大家好,我是4號候選人陳怡安 我要發表的證件如下 第一點,要重結上午舉辦上下課大翻轉 第二點,整天做的時間,營養午餐可以增加小點心 一星期有餘期的營養午餐可以附上小點心 像是麵包之類的 可以讓我們有更多的精神與體力,專注在課業上 肚子好餓喔,上課都是瓦奇蹤精神 對了,我中午還有一個麵包 恢復精神了 第三點,圖書館增加個人的借約量 建議圖書館借約的書籍可以增加為兩本 我們有時候想借書時,想看的書可能不只一本 如果可以增加圖書館的借約量 就可以讓我們在書中得到更多的知識與其吧 這樣我就可以一次看我想看的兩本書了 第四點,打掃時間播放流行歌曲 有時候我們在打掃時間可能會覺得無聊 如果在打掃時間可以播放流行歌曲 就能夠讓打掃同學心情更愉悅 做提示來也會更有勁喔 我飄向北方 別問我家鄉 嗯,老老師還沒唱我自己喜歡的歌,真是太開心了 第五點,打造學校專屬特色日 現在全世界也是地球村 另一國小可以擁有一些學校的專屬特色日 像是英國文化日交換日等 如果今天是日本文化日的話 我們可以在午餐使用壽司 並且了解日本當地的文化 第六點,廁所放置芳香劑 有時候可能因為打掃的同學沒有打掃乾淨 所以廁所會散發出異味 讓學生們覺得不舒服 如果可以放置芳香劑或除臭劑的話 就能夠有效地清除學校的車位 廁所會讓我好不舒服喔 不用擔心,有了這個廁所會更芬芳喔 第七點,設置意見箱 我能夠成為學生們與學校溝通的橋樑 如果能夠投給4號候選人陳怡安 如果可以把一切的 如果有意見的話就可以投入意見箱 我會盡我所能去幫助各位 希望大家可以把你全身的一票 送給4號候選人陳怡安 4號陳怡安 謝謝大家